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纯 用刀划开 浓稠的鸭蛋黄缓缓流血 像乌尽一样透着亮光 没有腥味还带着青草香 形容的是农场主人苏清发研发的无铅皮蛋 今年73岁的他早在20年前 研发出用中药草浸泡而成的无铅青草皮蛋 因为没有刺鼻的味道 吃来Q软鲜美 还获得了神农奖的肯定 苏清发还砸下200万元 把五公秦大的蛋鸭农场 打造成休闲农场 游客不仅能走进鸭舍 还能体验皮蛋DIY 每年吸引上万人士到访 成功创造观光商机 我们把这颗蛋 用这个蛋有药草汁的泥土 把它包覆起来 然后去渗透药草汁 等一下你就是会玩泥土 小朋友拿起裹着红土的鸭蛋 另一手抓起稻壳 紧紧包覆在蛋上 看来就像是在玩泥巴 但实际上他们正在做的是青草皮蛋 它做皮蛋好玩吗 好玩 为什么好玩 因为用土巴还包起的手会很脏 比泥巴还要再黏一点 然后就泥土 然后会黏在你的手上 看看他们刚做好的皮蛋 披上金黄色外衣 每一面蛋壳 不仅都裹上红土及稻壳 味道更是独特 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种腥味 可能一般人比较好入口 一般怎么样子 就是有的皮蛋是有腥味的 然后中间蛋黄会比较硬一点 它的蛋黄就是非常的软 很软 对 有点像是盐浆 对 很像奶油 对 那个熔岩巧克力 皮蛋要做到没有刺鼻的阿摩尼亚味道 而且还要像熔岩巧克力般浓稠 苏青发做皮蛋其实藏了个小秘密 就是包裹皮蛋的红土含有青草汁 有五行青草汁 这五行就是有那个青草汁 青草汁是叫做金河湾 磨盘草叫做无垢草 有青草汁 荣树青草汁 有这个山葡萄 山葡萄 还有香茅草 香茅草 这五行青草汁要熬煮 熬煮起来这个汤 汤我们人也会喝起来 因为早期制作皮蛋 大多使用氧化签加速熟成 味道又新又刺鼻 于是他改用青草汁制作 皮蛋都会浓稠 起来皮蛋都会 嫌弓会抗 会呛 我这个浓稠后 还没抗 还没呛 还有像我的香味 这因为都很硬的东西 像这个茄子筋 那些都很硬的 这个榕树根 都很硬的东西 所以说只要喝一点点 好好的青草汁还不能马上使用 还要跟盐巴苏打粉 还有不含有机质的红土完美融合 一般的连土 田里面的土都不可以用 田里的土 它有机组含量很多 就是那个微生物 细菌都有 会腐败是不是 会腐败 会坏掉 那你当初花多少钱在这上面 大概花上三四十万 对 做派鞋的 还做得不好吃的 那都没吃市面 对 大概三四十万 这样花多少时间 大概是一年多 青草皮蛋经过一个月腌制风干 青草汁完全渗透进蛋里 蛋白呈现乌黑精亮 蛋黄浓稠吃来味道鲜美 还让苏青发获得神农奖的殊荣 好 拔拔 好 拔拔 来 看你们吃饭 好 鸡料有吃饭 好 不错 不错 要做青草皮蛋 从养鸭开始就是第一步 这里的年龄 大概一年过三个月 正常养三个月就会生蛋 但是三个月生蛋不好 他生的蛋会很小 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初青发不只给他们吃玉米粉和大豆粉 还给鸭子喝益生菌 在一百平大的鸭舍 原本能住两千多只鸭 但苏青发只养一千只 降低饲养密度 为了是给鸭子更舒适的生长环境 他悠闲住在 他还没有完美了 你吃饭饭 他就带你生一个鸭子 他就回过去 你看他都很慢活 悠悠悠住在里面收水 总有一句话叫做参加上水鸭 参加在那个鸭子上 看到鸭子在鸭子里面 他很羡慕他 但是他就没放下去了 看看他们产下来的蛋 每颗又大又饱满 产蛋率还高达九成 天天都要剪鸭蛋 三四点就起床剪鸭蛋 如果叫没工 甚至几万两人都自己叫 要叫到八九点 几十点 剪蛋工作对苏青发来说 也是再熟悉不过 出身养鸭人家的他 日子过得辛苦 但他很争气 高中考上台南一中 大学就读经济系 毕业后到国中当老师 还曾担任牧业公司的经理 人生正当顺风顺水 他却做了一个决定 让旁人都跌破眼镜 我们徒书就是说 要抬脱这个基层的产业生产 去看了跟我们买蛋的那些商人 他们做加工做行销 自己做咸蛋皮蛋 每一个人都很有钱 家里都楼房好几栋 如果自己来生的鸭蛋 自己来加工 没有赚钱 生的鸭蛋没有赚钱 加工一定会赚钱 那年苏青发财三十出头 放下稳定的高薪工作 顶着高学历回家养鸭 连枕边人都很困惑 有时候你讲的他不是很同意 可是他会 就是用一种想法 来让你能够接受 对 比如说 他说你这个样子怎么搞得起来呢 他说你要抓一只鸡 难道不用先撒一把米下去吗 对啊 就是我们就现在有付出来了才有收获 甚至老师傅都很危险 鸡蛋 人们最为鸡蛋 不用特色也很厉害 对不对 对 你怎么要鸡蛋 他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这个鸡蛋是要怎么做 要做一个小企业的 我就说要这样由加工到行销 加工到行销 生产加工行销都自己来的话 这个事业绝对可以做的 我们养鸭又是从小就很内行 就有这个必胜的信念 有信仙 他之所以会回家养鸭 是因为不想再看见老爸卖鸭蛋 总是被盘伤杀架 于是第一步就是改变养鸭的方法 目标是自产自销 老爸他在鸡蛋 就是用那些鸡蛋 整个鸡蛋都剥鸡蛋 剥鸡蛋 剥鸡蛋 鸡蛋会抹水 这就不改善不行了 所以我在鸡蛋的时候 我就做往常了 做往常 这鸡蛋就是有这么好处 鸡蛋辛苦生气 这样我们也不用拌肚子 拌到那些鸡蛋 其中菜鸭他养最多 全盛时期有一万多只 也带动了他的蛋鸭事业 天天都有一千个蛋 找不到客户在哪里 就自己去摆地摊 加工好的咸蛋 鸡蛋 去摆地摊 从台南市市人口多 找冬菜市场 水仙工 还有盐瓶市场 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那里分了五六个点 就去那边摆地摊 但就在此时 遇到了情流感来袭 情流感就是全面性的 全国性的 我们也没办法逃避 一般人觉得说 你遇到情流感 应该是都摊掉了 我都没有 不会 最主要是说 损失没有很大 可以再爬起来 现在我们跟上 跟上以后 这一段 我们要来 近日鸭舍 来了解鸭子的生态 历经情流感 苏青发想了很多 他心想不能再靠 卖鸭蛋过活 于是他花了200万元 买农地 扩大转型成休闲农场 让民众尽到鸭舍参观 还提供皮蛋DIY体验 大家来这里 可能抱着期待 来的心来 我们要让他 觉得满意回去 如今休闲农场 每年都有 上万人次造访 苏青发说 他要透过导览 让游客一窥 早期养鸭人家的日常 我要写一个 小匾盒 我养鸭子 鸭子养我 鸭生蛋 蛋生鸭 生生不死 这是一个感触 也是一个 对鸭子的感恩 从白领学霸到鸭霸 苏青发从不被看好 到努力挺过经营难关 年过七十 他不再把养鸭 当作身材工具 而是一步步 实现心中的理想 为传统鸭舍找到新的出路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从一股脑想离开渔村 做电子新贵 到返乡 发挥科技人严谨的精神 把鲨鱼流程设计到 如同半导体制成般精密 他是王伟旭 因为父亲是船长 让他从小在高雄陵园的渔村长大 后来虽然成为台积电 联电等半导体大厂的设备供应商 但儿时的这份情感 让他和合伙人一脚跨进了食品业 从渔川捕捞 水产加工 到贩售超市 餐厅 全都自制自营 成为全台湾第一家 产销一条龙的水产品牌 目前开出20多间直营门市 拼出3亿元宁首 他们这里的食材非常的新鲜 吃起来跟外面的火锅店的那个鱼 口感也太一样了 吃起来肉质非常的扎实 然后很鲜甜 吃起来他们有自己的工厂 然后鱼货都是自己捕捞的 非常的新鲜 鲁鱼 海鲤鱼 还有龙胆石斑 鲁鱼的海鲜一一上桌 光看就让人食欲大开 新竹这间火锅店店里头卖的海鲜 几乎都来自自家渔船和工厂 不只火锅店要用 也供给全台20多间直营门市 自产滞销是最大卖点 比照食品厂 帽子防尘衣 工作鞋和口罩缺一不可 这是进到水产加工厂的标准配备 大家都说产地直送的熊� 鲜鱼当天捕捞上岸后 怎么保鲜是重要关键 在18度C的低温空间里 工作人员全部武装整理不过 当天凌晨捕捞上岸后 怎么保鲜是重要关键 在18度C的低温空间里 工作人员全部武装整理不过 当天凌晨捕捞上岸的鱼 要在黄金六小时内处理完毕 我们这一区的鱼呢 全部都是来自于澎湖 因为澎湖它的礁石很多 所以我们的网子 没有办法在那边下网子捕鱼 因为这些鱼 全部都是躲在礁石的一个凤凤里面 所以这些鱼呢 全部都是手钓的 那手钓的你会发现 就像我刚刚讲 你会发现它里面都会有我们的鱼 残留我们的鱼儿 这个就是手钓最好的证明 我们这个戴帽石斑 这个就是同步线的线 这个就是同步线的线 所以你所看到的 这全部的鱼 都是躲在礁石缝里面的 所以必须用鱼钩 用人工去那边用钓的 手术带兔把它给钓出来 所以它的鱼货量都不多 用特殊的序鱼鸡 清泉淋 挑去容易崇拜的内藏 再用RO水 反复清洗 才能再做细度处理 我们的海鳥鱼呢 是来自恒春 是从恒春来的 是这个大海里面的 那我们的海鳥鱼呢 我们的头取起来 是做成砂钩鱼童 那这个鱼呢 我们一般做成鱼片 有些家庭主婦回去 它可以做清蒸或者是煎 那我们也有把它做成五次的小鱼片 那个是五次可以煮粥 那我们的 像我们的火锅店在使用的 火锅店使用的这个 也是用海鳥鱼的鱼片是五次的 屏东横出来的大型海鳥鱼 也比照同样方式处理分切 但要去除南文的鱼腥味 这道工省不得 这个是半导体厂在擦光厨艺用的 不知不 这个光一张的成本要七块钱 你看它把它鞋水整个点完以后 你会发现它整个都是白肉 整个都是鱼 你会看不到鞋 因为 对对 蛮干净的 因为我们必须用这个 把它的鞋水整个把它先 把它给沾起来 所以鞋水把它沾起来以后 没有鞋水它就不会新 把细节做到极致 让鱼货处理 变成像是科技产线一样讲究 原来经营半导体公司的王伟旭 是台积电 连电等大厂的设备供应商 靠SOP管理 把半导体精神带进水产加工 但如果要说起它跟水产的渊源 就要回到高雄陵园的中鱼鱼港 我们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出来 那些货算好吗 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算好 算好 再十年八点才好出来 然后八点就出来 对啊 八点出来 在这里而已 在附近的这里 再七点 七点就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 他的爸爸王湘和 是目前仍在海上作业的职业船长 王伟旭从小在这渔村长大 可以说这港边大大小小的船只 就是他儿时生活的全部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跟人家讲 你们家有船 你们家有车子都不稀奇 我们家有船 因为以前在更早期的时候 船是非常稀有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的玩具就是船 从小到大就是都在渔港 然后渔船上帮忙整理 甚至就是帮忙处理漁祸 所以渔村的小孩子 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 所以你出去人家就知道 你是从渔村来的 因为它 渔性味就是你的标记 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标记 让王伟旭从小就立志 要好好读书 希望能远离渔村到外头发展 他退伍后就在竹科工作 不久就与朋友合伙成立科技公司 经营半导体设备生意 事业有成 而他因为家中三代捕鱼 经常把家里寄来的海猫啊 跟朋友厂商分享 没料到竟让他与合伙人 意外吃出事业的新点子 然后那时候科学园区很多人 哎 好奇怪哦 大家都说 那这个天堂怎么 事发生什么事 怎么来不是卖帕斯 卖机台来呢 是卖 那时候也引发科学园区 一阵不小的骚动 我们的第一个客群 就是在科学园区里面 把半导体的客户 当成是我们卖的客户 说巧不巧 他们刚开始卖鱼没多久 就遭逢2008年的金融海啸 当初科厂商全都在放五星价 他们却因为这份水产事业 危机稍稍得到缓解 我们当下都希望我们不要放五星价 我们让这些员工有事做 所以我们这些员工就化成 当成我们的业务 当工程部就什么 去研发那些 怪鱼铃机 或者是去研发一些什么包装机 就他们就去 工程部的人就去研发这些东西 我们的业务部就变身为 就是去当我们的业务 出去接管 后来他把科技业的研发精神 移植到卖鱼生意 砸下上亿元成本 在中云鱼港附近 搭建起千瓶的鲜鱼处理工厂 就是要确保 从捕捞加工到出货 每个环节都要滴水不漏 这些产地的人很会种很会赚 很会赚 可是他们不会行销 那我就我的想法就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自己的一个 从小到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竟然今天可以到外地去 受那么高的教育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教育 来协助这些产业 工厂不只处理鲜鱼 连加工品都自己做 像我们这个夏威夷海莲 这个为什么要去钓它 你看它 它的颜色看起来很像鲁鱼 很漂亮 这个就是我们做鱼肉水饺的秘密武器 这个鱼不好意思 它没有办法用 它只能用手钓 所以钓得多 有多余的我们才有办法做鱼肉水饺 但要做鱼肉水饺有点备攻 鱼肉竟然是用汤匙 一匙一匙慢慢刮下 我们使用汤匙一条一条地 把它刨取起来的话 它的鱼肉组织会整块整块的 它的一些鱼肉 我们那些组织不会因为用机器去强烈破坏 去挤压去黏碎 所以把它的 让它的那个口感完全都不见 所以呢 我们会用汤匙一瓢一瓢 这样子把它的肉这样子挖起来 所以你看它非常的有黏 它非常的很有黏性 这个代表什么 它组织没有被破坏 所以它的黏性还够 我们要看重量 要450 440 要够 要440克 不够 要换到够 工作人员用纯手工捏出一颗颗 回原饱满的水饺 即便是科技业出身 但包水饺这件事 王伟旭还是相信 食材新鲜 纯手工最好吃 你看它的黏性很大 有没有 这代表说它是活的 它的精性 它的活性都还在 它的肉 所以你看它会黏住 那如果你是泡水的 泡药的 或者是比较死虾 冷冻虾 它没有这个黏稠度 这款鲜虾鱼肉水饺 成了王伟旭店里 最热卖的招牌品项 每个月都有上万包的销量 带动不少整体业绩 平常部分紧张是等式的鱼呢 还是像我们像这样 切片处理好的 我比较倾向切片处理好 然后不要有刺的 如今他们已经在台北 新竹 台中和高雄 开出二十几家门市 让当初不少以为 王伟旭跑来卖鱼 只是玩票性质的人 跌破眼镜 这几年他更把触角 拓展到生计领域 让本来要被丢弃的鱼鳞 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 刮下来以后把它清洗干净 那我们跟高雄的高科大合作 我们用酵素下去提炼 那鱼鳞提炼出它的一个胶原蛋白 那我们发现 我们用生海鱼所提炼出来的 比养之鱼还要高 它的这个胶原蛋白 可以高达七百多个岛顿 看似平凡国旗的卖鱼生意 原来也可以有半导体业 斤斤计较的龟毛精神 当家乡的鱼产业升级 这是王伟旭的初衷 也是他十多年来 一直努力不懈的方向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台湾每年能生产 大约14万吨的可食菌菇 产值高达130亿元 为了去个市场 经营菇菌厂的黄胜熊 十年前研发比金针菇贵上四倍 菇帽呈咸咖啡色 口感更脆嫩的阿里山原生种精华菇 每年可以量产2000公吨 年营收可达上亿元 当然研发过程并不容易 因为遭受白霉菌的侵袭 损失超过4000万元 黄胜熊是如何走出困境 成为金华菇之父呢 带你来看他的故事 我们看到在云雾缭绕 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下 就是金华菇要生长的环境了 进入金华菇的培养库房 四周昏暗又潮湿 冰冷的环境伴着浓浓的雪雾 让人仿佛走进深山里 它的生长特性还是需要模拟 像在阿里山上面 大概在2000公尺的高山上面 那这个环境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点 比如说这个温度低 湿度高 然后空气相对比较稀薄 金华菇生长的环境 温度不仅要在四到五度C之间 湿度更要维持在95%左右 它需要特别潮湿的环境 那我们将这个逆渗透的水呢 透过超音波震荡的方式 把它震荡出一个非常小的水分子 那弥漫在我们的栽培环境里面 外观鲜细的金华菇 菇饼呈现淡淡的棕色 上头咖啡色的菇帽 金针菇大一些 这样的外观就是金华菇 最适合采收的大小 为了种出漂亮的金华菇 黄胜熊还用灯光调节它的生长速度 金华菇是一个反操作的一种农作物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控制它成长的速度 不要太快 可以达到我们好的口感跟品质 也就是说光线越弱 金华菇的生长速度越快 但品质就没有那么好 相反的光线越强 菇生长速度慢 长得就比较饱满 那它主要对于金华菇有作用的光线 都是属于比较像冷色系的光线 也就是说白色的光到蓝色的光 这个阶段都会有效 那像比较红色比较黄色的光 对它来讲就比较没有作用 采用全环控栽种 让金华菇一年四季都能量产 经过50天栽培 外观有点像是金针菇 但仔细一看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它的菇饼并不是很粗壮 比较细 但是它虽然比较细 它里面非常的结实 它在食用的时候 它的口感就特别的爽脆 很容易咬断 再加上金华菇的价格 比金针菇贵上四倍 所以也有菇中贵族的称号 黃盛雄的爸爸 早期做菇类批发生意 他从小就跟着爸妈 到菜市场摆摊卖菇 很早就跟菌菇解下不解之缘 一直到后来我们在做市场行销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特殊通路的需求 比如说它需要特殊的规格或包装 所以我们发现自己经营一个生产厂 是有必要的 后来皇家从贩售跨足生产 甚至大手笔的砸下一亿元 买下位在南投市 占地约一公顷的菇厂 只是当时他对众菇一枝半解 还特地向其他菇厂的师傅从头学起 那时候并不会有什么害怕的心理反应 就觉得说工作到手就是要去做 所以接手我就过来做 做了碰到很多困难就解决 就这样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事实上也忙到 来不及说会害怕或者其他的 大概从早上七点开始工作 就做到晚上半夜一两点 大概这样一开始就这样做了一年多 我们那时候开始介入菇类生产的时候 是以金针菇为主 然后我们当然经营栽培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个越成熟的产业 事实上它的这个竞争越激烈 所以我们就有想法需要去转型 于是他选定这种生长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 阿里山原生种的精华菇 只不过又量产菌菇 菌种要有良好的稳定度才行 于是他成立实验室 从源头做起 我们这个菌种 我们选及优良的菌种之后 在这个我们的平板上面 把我们菌种再一次放大 但是在这个放大的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去检查这个菌丝的健康程度 所以会对它做一个很仔细的健康检查 那这样的前后大概也花了数百万元 历经了好几年的时间 才慢慢把它建构起来 种菇种了20多年 黄胜熊是业界少数有研发能力的菇农 他花10年时间培养出全台独一无二的精华菇 有精华菇支付的称号 只不过研发路上并非一般风顺 毕竟它是密集栽培的 所以如果一旦有病害 比如说像是白美病 那这个我也遭遇过 那时候大概是颗粒无收的状况 那前后大概损失三四千万有 那时候一开始是惊讶 那到后面是沮丧 那因为这个一开始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等到了解了 已经整片都污染了 白美病是一种存在空气中的黴菌 只要辐射消毒不完全 就很有可能随着气流附着在菌污的表面 导致精华菇无法生长 若精华菇无法生长 反正就派出了 派出了 派出看到这样 就是那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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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 包括这个不断的做现场的试吃 推广 甚至要买衣送衣给消费者 甚至先送给消费者试吃完之后 不用钱的都没有关系 他努力了两年 让精华菇慢慢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不仅上架超市和量饭店 还成功打进海外市场 包括美国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等等这个国家 我们每天生产精华菇达到25000瓶 每一瓶可以产出一颗的精华菇 那这样的年产量大概可以达到2000公噸 那预计年收大概可以破1亿元 只不过2022年发生一起 消亡美国的金针菇被发现含有里斯特菌 害他的精华菇无故受到牵连 我讲一下就是因为我这边没有 别人有 那别人有会影响到我们 就是说如果整柜销毁的话 一个货柜就要近百万的金额 那包括运费 尤其长途运输的运费非常的贵 一个货柜运费要几十万 所以销毁的话 除了牺牲金钱以外 那包括我们的商誉也受损 避免再度陷入危机 于是他从源头管理开始 每一步都格外小心 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品质 第二个包装的完整 第三个保鲜 所以在这个几个方面的配合之下 你还要透过足批的检验 确保我们产品的安全性 那尤其是我们在内外销的路程当中 都要保持全程低温 冷藏运输 脆嫩的精华菇有一股独特的风味 无论是用来煮汤或是和芹菜 胡萝卜 做成欧姆蛋料理都很适合 好不要先淹 普通烤肉 然后煎 煎的如果要煎整片就煎它 煎它变成 如果要煎整片 就煎它变成 像煎变成 煎它变成 鲜美的精华菇歐姆蛋 每一口都能吃到脆嫩的精华菇 和浓郁的蛋香 另外也可以做成大小朋友都喜欢的精华菇培根卷 味道相当鲜美 除了料理 黄胜熊也发挥巧思 居然把精华菇做成另类的零嘴素鱿鱼丝 发现精华菇烘干碗它具有一个像鱿鱼丝般的味道 那这个味道呢 直接食用呢 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美味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精华菇的香味 来取代香菇昆布柴鱼的风味呢 加入我们的料理或者汤里面 为了让精华菇发挥更多用途 几年前它还攻读食品营养学系的博士班 目标是将所学运用在菌菇上 精华菇因为它有很美丽的棕色 所以也因为这个棕色呢 被很多人喜欢也被很多人误会 那所以在精华菇的推广上面 我们尽量让大家知道精华菇的风味 跟它美丽的色泽以外 将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菌种的研发 去开发出菇类食用价值更高的风味 让大家都知道原来台湾的南投 有生产这么美味的一个精华菇 从一名种菇菜鸟到精华菇之父 黄胜雄花了十年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让大家原本很陌生的精华菇摇身一变 成了菇中贵族 成功创造出自己的独一无二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被誉为土中黄金的山药 是台湾人喜欢的养生食材 每年可以吃掉大约1.8万公顿 在彰化芳苑有位山药大亨魏国兵 栽种八卦山原生种的人生山药 有别于传统买管的方式 它采用直立生根法来种植 采修时会用特殊的水冲法修成 让挖出来的山药每根都个头粗壮 口感松软微Q 还带有淡淡的人生香气 七甲地的农田 每年能生产大约200公顿的山药 年收超过1000万元 彰化芳苑这片杂草重生的农地 乍看之下或许有些不起眼 但地底下可是种了俗称 土中黄金的人生山药 比我们的差不多是 最少是要半土半沙 如果有是气温沙 沙温粉是更好 因为肥量才不会流失 这里的土壤属于沙朗土 特别肥沃松软 有很好的排水效果 加上每到冬天 有强劲的海风吹过 环境很适合人生山药的生长 就是要成长的时候 它会吸收叶子上的养分 然后养分被山药吸收 叶子比较慢慢枯萎 魏国兵种植人生山药 和传统埋塑胶粉的种法不同 它采自然生根的方式 让根系可以自由向下生长 吸取更多的大地养分 因为这个山药容易断掉 容易断掉 所以要用这个水槍 慢慢把旁边的土 把它冲干净 用水的压力把它冲干净 为了不让山药的表皮受伤 采收的时候 就不能像打萝卜那样用力拉扯 而是要用强力水柱 先把土壤冲开 这个冲透那个土 旁边旁边都有沙 这样冲一下不会受伤吗 不会不会 有技术的 用长达150公分的水槍 慢慢将周围土壤松开 让原本坚固的土层 变得松软一些 水冲一冲 慢慢就可以拔出来 有没有 哇 这么大一个 对 算漂亮的 算漂亮的 特级的 对 算公斤的 这差不多三公斤 刚挖出来的人参山药 在地底下经过十个月滋养 吸收了满满的养分 不仅个头粗壮 营养价值也相当高 这样子一根大概四架 可以卖到多少钱 应该两三百块没问题 对 这蛮很珍贵 品质啊 品质要顾好就珍贵啦 珍贵的人参山药 是彰化芳苑特有品种 魏国兵种了二十多年 从一甲地慢慢耕种到现在七甲地 是台湾耕作面积最大的山药农 对他来说 种山药早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如果遇到天灾 那一整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煮了一次三明三日 三天三日都落后 是 风又来又打开 落后落后又搭 搭水 因为我们贴近海边嘛 他搭他的风就是有尖水 和咸水那些 那些都哭掉了 那些都损失了 那时候我差不多损失三百多万 天下艺库有类 没错没办法 因为人参山药属于根莖类植物 快根会同时吸收土壤 及叶子的养分 那年杜鹃台风 把棚架吹得七零八落 导致叶子枯黄没有营养 人参山药也特别受效 那一点真的都没有说成 我那时候真的 心情都跌入谷底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没办法就实际上跟我先生讲说 就这样一次这样 就再借再利再加油 再继续种下去 风灾过后 他们继取教训 把棚架高度降低 减少叶子的受风面积 这个做法不仅不影响植株生长 还能减轻墙风带来的伤害 刚出土的人参山药 表皮呈现淡淡的红棕色 上头还有些许须根 清理的时候 为国兵自有一套方法 这个不用 他们挖起来 用火烧的他们吸根太多了 利用火烧的热度 会伤到山药的品质 只见他戴上棉手套 轻轻的帮人参山药搓澡按摩 慢慢吸去表面的植物碱和泥土污垢 它的光泽就是像在这支的表面上就是这么 没有凹凹坑坑 没有奇奇怪怪的 你看起来一肉眼看起来就很漂亮了 这个品质一定不错的 因为我们刚洗好的时候 如果太阳比较大 用灯车阳伞 还要刚洗放太多的话 用棉被被子把它盖住 照料人参山药 魏国兵小心再小心 就如同他以前从事车床黑手的工作 每一步都不能有半点马骨 讲究细节的他 当初会转换跑道中山药 是因为舍不得岳父的辛苦 就是他的身体不算有好 老的人身体 因为那时候肺部有更严重 气一定回来很累 很累 当然我们做人去做 看到他回来 这样贴到我们也不敢 不敢我们建议 他说好啊 不然我偷偷去 帮你都做 过去他的岳父长期使用 盥形农法栽种作物 导致健康出问题 于是他接手后的第一步 就是不使用农药和除草剂 就是我们坚持就是不噴药的话 然后一年才说起来的结果 其实跟盥形的是这样差异不大 只是说差在就是需要大力的人 大力的人工去实作这样 那时儿子雨婷刚离开医疗厌恶的工作 也跟着老爸的脚步走入田间 开始种山药 才倒入植保无人机 取代传统的人工交肥 因为后来就是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然后还有一项就是能力 其实比较不足 导致说我们就要思考说 那我们面积越大 然后我们种有机的部分 除了除草是真的需要能力的话 没办法 然后就想说页面肥这些东西 我们就导入无人机 看我们的成效 时间跟能力减少的 这样比例划不划算 结果我们这样测试之后 能力大概七甲第一 大概一个多礼拜 然后如果无人机去实作的话 大概一天或两天就完成 因为舍不得年过半百的老爸 把时间都花在田间馆里 他不只帮爸爸种山药 还开着小货车到市场上卖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整车货车 去批发市场 就是等于说 早上起来采收完 然后分装完之后 然后在中午就赶快去市场 这样摆给摊贩来买 就一直经历这种 每天这样无数循环这样 一开始 他们把整根的山药 卖给市场的小摊贩 但无论怎么卖 就是卖不到好价钱 让他们决定走不同的路 一开始的想法是说 这个小包装 给那个小家庭或什么都市的 这样打开就可以煮很方便 然后接受度一开始也没那么高 后来才慢慢的团购主 后来很多真的是 慢慢做做做做做做起来之后 大家就觉得 真的很方便耶 这样打开就可以做了 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 不然我们可以先寄个样品 让你们试吃看看 一开始也是很难啦 一开始也是几十包 几十包几十包 到现在久了久了就是 客人回馈给团购主说 我想要在你们 买上次你们上架的东西这样 然后这样反复反复到现在 都只三千包这样 如今他的山药切块真空包 每个月网购订单 就可以卖出上万包 成功打开网路市场 汤锅里放入人参山药 慢慢煮出淡淡的鲜味 滚烫的人参鸡汤 山药吃来棉花微Q 有淡淡的人参清香 派着鸡汤喝来相当软味 另一道山药QQ原甜汤 更是大小朋友喜欢的点心 就是山药香下去蒸熟 再用番薯粉下去 揉成一颗一颗的 小孩子很喜欢吃 对对对 我们大人也喜欢吃 又不是小孩子 大人也喜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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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喜欢吃 对很好很好 甜汤 我如果喜欢吃的 我也可以吃三碗可以 我喜欢吃甜的 现在他们不只将人参山药 拿到网路上卖 还进军连锁超市和量饭通路 一年营业额上看千万 他们都跟他们说 山药大王啦 山药达人啦 我说还不敢啦 当然他们吃到我们的商品 好吃 有东西 Q彈 爽 好吃 当然我们用心得 一定有记得记得 是希望可以做到外销 他还有一些 我们的检验问题 跟别的国家检验 检验的规格又不一样 现在就只能往国内 然后看 有没有最近的 应该是往我们台湾 附近的国家这样发展 看能不能成功这样 即使心中还有些想法 还没有实现 但魏家父子相信 只要努力耕耘 抓住每一次机会 总有一天 他的人参山药 也能成功消往国外 登上世界舞台